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里面的李云龙 孔杰等人 都是作战勇猛的将领 傅云飞也同样有不凡的军事能力 在亮剑这部剧里面 李云龙的一句台词成为了经典 营长 意大利炮呢 这句话已经被众多网友玩坏了 可你们知道这句台词的出处吗 李云龙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处于什么样的背景之中呢 下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李云龙在进攻平安县城的时候 因为好长时间都没有功溃 所以 他才让营长推来了意大利炮 那这门大炮到底有什么威力 能让李云龙长底气呢 首先 这门意大利炮 是二营长和日军交战的时候 从日寇那边缴获的战利品 因为这门大炮上刻有意大利的文字 左 已就被叫做意大利炮 其实 这门大炮并不是产字那里 而是在法国制造出来的 之后到了意大利后 他们根据原有的技术 才产出了刻有文字的大炮 相关的资料记录 这门意大利炮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相对比其他的大炮 这门炮不但在威力上巨大 还是世界上第一个装有反后座的火炮 在配置上十分先进 而且填充的速度非常快 有威力大 射程远的优势 这种大炮也比较有意义 因为它是意大利军队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过的武器之一 这种大炮对于中国来说 还是比较罕见的武器 因为当时的生产和技术都非常落后 我国还不具备生产大口径火炮的条件 所以 在从日本手里缴获这门大炮的时候 李鱼龙非常的看重 当时火炮在战场上有很重要的作用 其他国家快要淘汰的武器 但是在我国还是比较匮乏 根据资料记载 我军当时可以使用的大炮只有几百门 而日本的常规部队是有几千门 这样的差距显而易见 一旦敌军在战场上使用大炮 那么 我军就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所以 在得到一门火炮之后 我军对这个装备非常的看重 不到关键时刻是不会用的 可能有人会说 当时我们不是有兵工厂吗 可以自己进行研究和制造啊 当时在上海是有一个兵工厂 但是只能制造出小口径的火炮 而张作霖在沈良的兵工厂 也不具备生产大火炮的能力 李鱼龙在攻打平安城的时候 正是因为有了一大力炮 所以才会底气十足 从而也就喊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他在这部剧里面的表现 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到当时的艰苦 李鱼龙靠着出色的作战能力 也为我军赢得了多次的胜利 战争年代的落后 让我军吃尽了苦头 好在有像李鱼龙那样的猛将 在他们军事能力的带领下 我军才能一次次地打出胜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